买深圳房子也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在这一幕惨痛的房产市场中 有一个地区尤为令人咋舌 没错 就是龙岗 或许之前很多人会以为 在深圳买房 只要等几年 房价就能翻翻 但事实上就有业主持有六年后 发现不仅没有赚到钱 竟然还会有高达20%的亏损 背着房贷的年轻人 不敢轻易说离职 房价暴跌20% 两年损失近百万 想要及时止损 却无人接盘 30年房奴当定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野说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方便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 深圳一套房 让人心生向往 却也可能成为财务的死亡陷阱 有个网友分享了他的悲惨经历 这位网友在某大型IT公司工作 身为单身汉 买房成了他倍感压力的负担 他已经到了30岁 已经在深圳工作7年 但还没有结婚 2020年 看着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在买房 他也不想落后 在几次中介的待看之后 他决定在龙岗横岗购买一套房子 这个自新小区总价约为400万元 首付三成 每月还款约15000元 当时他没有做太多规划 只是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然而入住后 他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首先 他的房子位于龙岗横岗 而工作地点在保安时延 距离约40公里 每个月的车辆通行和邮费 就要花费他两三千元 让他倍感压力 其次 由于公司不景气 他的收入下降 15000元的房贷 已经让他开始捉襟见肘 最近 他还在考虑 是否要在公司附近租房 但一想到有自己的房子没住 就倍感不舒服 自从买了房子 他的生活被严格限制 他不敢换工作 不敢辞职 甚至不敢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的梦想和向往 都被束缚在30年的贷款中 他感叹自己被这套房子套牢了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他绝不会再冲动的购买房产 更不幸的是 买的房子的纸面价值已经跌去了20% 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位 买房接盘侠 而且由于房价下跌 他想要脱手这套房子也变得异常困难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遭遇 也反映了目前房产市场的困境 在过去几年中 房价不断上涨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和居民 前来购买房产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几乎全部熄火 中国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 房价的下跌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这给购房者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压力 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深圳横港 购买房产的业主和许多投资客 都同样遭受了被套牢的困境 深圳曾经被誉为房地产的乐园 年涨幅可达50% 十年间涨幅更是高达550% 但在这个神话的背后 仍有一些板块暗淡失色 其中最悲惨的莫过于横港 在持有房产六年后 投资者不仅没有获利 反而遭受了高达20%的亏损 近年来 横港地铁站附近的信义玉城豪园跌幅最高 已成为该区最大的拖累 地铁站距离楼盘只有150米 周边的医院 商业和学校等基础设施也很完善 甚至比大运站还要进核心区 按照刚需外溢的规则 这个板块真的不算差 但却跌得最惨的原因是 缺乏产业概念 而且偏僻 深圳房价上涨的逻辑线 很清晰产业就业中心和其外溢 由于深圳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 各个区都有就业中心 因此各个区的中心房价都很高 普遍突破了10万家 但是各区的就业中心含金量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南山和福田仍是最好的产业中心 其他区域要么不成熟 要么已经没落 另外就业中心的外溢也可以推高房价 比如龙岗的步骑过去靠罗湖的外溢 龙华则靠福田的外溢 保安则靠南山的外溢 其次价格梯队的形成也靠各区核心区的外溢 以各区核心区为圆点 越远的房价越贵 龙岗的核心区在大运中心 靠自己的核心区外溢 依靠究竟原因 大运的外溢应该在龙中 而不是横岗 横岗属于纯钢需板块 房源供应量大 环境和教育配套不如核心区 加上产品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例如公寓产品 居住不够纯粹 因此无法卖出高价 因此跌幅最大的板块在不急 对于那些在不急购买手套房 又有龙岗情节的人来说 他们很少会在同一区域换房 这导致不急 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只吸引购房需求的净土 由于购买力有限 所以房价怎么可能上涨呢 除了横岗和不急 实际上统计的楼盘中 即使不下跌 房价上涨幅度也非常有限 在大运区 房价涨幅似乎有2%至30%左右 但仔细计算一下 其实是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六年时间内 年平均4%的房价上涨幅度 可能连六年前的房贷利率都达不到 这么一算还不如不投资 而且交易中的成本和每年的通货膨胀率 也没有计算在内 如果只是依靠租金收益 那么即使六年后 房价上涨幅度也不会超过50% 实际上在每个区都会有亏本的房产 但是从数量上来看 龙岗似乎比其他区更多 龙岗是深圳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之一 占据了深圳总面积的40% 每年也供应最多的新楼盘 这意味着在这里购房的人 买错房的概率更高 想要靠着房子上涨来获得利润 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在疫情 降薪 裁员等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之下 许多购房者已经无法继续偿还房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心爱的房子被银行收回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房价一路飙升 炒房客肆意妄为 产业结构异常扭曲 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孩子 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了财富游戏的地方 然而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走过了这个蛮荒时代 房价不会下跌这一说法 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房地产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杠杆炒房只会引火烧身 注定是要走向失败的 这一说法定是要走向失败的